好,来我们继续 那前面呢 我们是完成了 这个增删改 增删改的操作 增加删除修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就要开始这个 做这个查询了 打开这个大纲视图 删除,然后呢 执行DML,语句,insert 还有这个update 我们都做完了 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些增删改的操作是什么呢 是从那个对象 到我们的酷 明白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查询是什么呢 是从酷里查出来 再转成我们的对象 明白了没有 然后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呢 咱们这个查询这呢 是分作这样几个内容 首先多行多列 其次呢是一行多列 还有一行一列 这里边呢 最难和应该说最核心的是这个 就是多行多列 它会的话 其他几个很容易做出来 因为多行多列呢 它其实也包含了一行多列 多就是一就是多嘛 对不对 也包含了一行多列 一行一列 对吧 多包含进去了 所以呢我们先做这个 那么这里边呢 查到多行的话 我就会 或者是这么说吧 多行里 假设我们这查的是三行 一行两行三行 那么每一行呢 都会对应一个什么 都会对应一个对象 object object 都会对应一个object 就是我们定义好的这个 javabin对象 然后呢把他们三个呢 再放到我们的list里边 这样便用我们后续呢 继续的使用 那么所以呢 这个方法这个核心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把查到的这个结果呢 分装到我们这个一个javabin里面 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这个查询基本就ok了啊 来我们看一看 myCircle Query 来我们先写这个queryRules 这里边呢 仍然跟前面的套路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咱们拷贝一下这个DML DML 就这个跟他这个套路结构差不多 一会实际上对于这个结构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分装 首先或者connection 对吧 然后这是这个count的技术 我们在这儿呢 显然是需要使用这个什么呢 最终这个返回值list 听懂了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存放 存放查查询结果的这个容器 还有prepared statement 然后circle对吧 一大堆 circle呢是从外部传进来听懂了没有 从外部传进这个circle 参数是这个 把每一行记录呢分装到这个类的对象里边 然后呢这里边差不多 给circle传菜仍然需要啊 然后打印一下这个circle 然后呢在这儿呢是要执行我们的什么语句啊 啊 without set嘛 对不对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定义一下result set ctr-shift-o导入一下啊 然后rs等于什么呢 ps.executequery 然后呢在这儿呢便利我们所有的结果 next 啊 好 如果这个循环能执行的话就说明我们查到结果对不对 所以首先第一步呢就要我们要开始干嘛呢 就要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啊 object object 就要肉吧 好吧就代表或者叫肉 object 意思就是说代表了其中的一个对象 然后class点 咱们先new吧 好吧 new instance 相当于 掉用什么 这个 java bin的无餐 无餐 构造器啊 掉一下 所以我们前面定义的这个 呃加入币呢必须是要有无餐构造器的 好了 然后有了之后呢 在这儿我们开始干嘛呢 开始将查到的一行数据呢全放进去 啊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 呃 咱们这说的是什么呢 是多行多列 这处理的是什么 多列 这个循环处理的是什么 处理的是多行嘛 如果返回三行的话我这会循环三次 那如果我查的时候呢 假设咱们是查这个啊 假设看一下啊 select 比如说user name pwd age from user where 对吧 id等公文号 对不对 age大于18 假设啊 啊 这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返回三列呀 所以这呢这个循环是处理列的 这个循环处理行的 外面这个循环 那么这里边我们这个处理列的时候呢 呃我们就要知道他这儿返回了几列 对不对啊 听懂了没有 所以这可能需要介绍一个新的函数啊 新的方法 i等于两 i小于我要获得什么 是多少列 呃你要想获得这个列信息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来咱们需要 呃 这儿获得一个 获得这个 大家看我通过这个 result set 方法呢 meta 对他啊 呃 起名就叫meta 对他 好 这个做完了啊 哎 这个弄完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边包含了我们的meta data 啊 第二咱们这里面要获得 有一个方法叫 get column account 就返回我们这个列的啊 就查询这个列的好啊 这个多少列 就查询的时候反正多少列 就对于我们这来说呢 我们这显示是几列啊 三列 对不对 三列啊 然后在这儿 这接下来这里边呢 我们知道是几列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返回每一列的什么 名字 对吧 每列的名字啊 呃 呃 来我们叫 fill 的 就column name也行 叫什么内容都行 明白了没有 嗯 叫列名也行啊 column name 列名怎么获得呢 有一个 还是通过这个meter 呃 data啊 有一个 获得列的一个 标签啊 注意哦 咱们用这个 不要用这个列名 啊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需要给这个 列起别名 比如我在这儿 可能需要给他起个别名 听懂了没有 你要在这儿获得别名的话 咱们就知道最好是写什么 写这个level 听懂了没有 通过他可以获得这个别名 呃 如果你当然你不起别名的话 那就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这儿的列名了 听懂了没有 然后告诉 呃column level 谁呢 注意这儿 i 加1 就gdbc里边算所有的话 这永远是1 而不是0 所以这儿呢 需要加1 然后呢 对应的值 就 呃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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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 dr 值就是我们get object 也是r 也是i加1 看到了没有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干嘛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列名 相对于这个列名不就是对应的属性名吗 对不对 这是相应的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调用我们的通过反射 调用 这个对象对应的set的方法 假设我这个列名返回的是这个 user name 假设 user name 那我就应该 是不是应该调用在这儿呢 调用 ro object 对象的什么 set user name 方法 然后呢 将前面说的column value的值干嘛 设置进去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看到了没有 那么这里边怎么去调这个set的方法呀 好 这里边又用到我们那个反射机制了 反射这儿呢 咱们这是调的是 呃 我们前面分装的是调用get的方法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开始调set的方法 set的方法该怎么调 来首先我们要获得方法 跟前面一样啊 首先我要获得方法 呃 class class点什么 get declared get declared get declared method 设置我们这个内容 然后就像我们这儿一样 哦 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写的是get method是吧 嗯 当然这个get method是获得 可以获得这个我们公开的方法 get side一般都是公开的对不对 要不咱们还是补齐吧 最好是显成get declared method 这样是最好的 最保险的啊 呃 来修改一下啊 咱们这儿也是一样的啊 get declared method 这个名字是谁呢 set set加 是吧 这个column name的手这么大写吧 是吧 好 后面根本是我们的参数 因为set用 大家看 如果是set用的那边的话 通常都会在这里边呢 肯定要加你什么 设的值嘛 对不对 这里面需要设一下这个参数啊 参数的类型 呃 我们在这儿呢来 这个参数类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想一下 这里边参数类型呢 我们去 呃 设的时候呢 应该是 就是我们这个谁的类型啊 不就是他的类型吗 对不对 就是他的类型 那么这里边呢 你你给我呃 假设这个 rs 反过就是streen的话 那这就是streen对象 听懂了没有 那就是也就是说他的一个什么 所在的一个类型 所以我只要在这儿呢 把这个 column value.getClass 哎 就行了 如果他是一个streen的话 他这儿反过就是streen.class的 streen.class对象 如果这是integer的话 就是integer的对象 听懂了没有 所以呢 在这儿呢 我们就把这个set方法 获取到了 获取到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去 调用这个set方法啊 啊 set方法当然了 一般是没有反回值的 对不对 一般是没有反回值的啊 所以我在这儿呢 来m.evoke 调用哪个对象呢 显然是这个对象的方法 对不对 参数是谁啊 这个参数嘛 往里一射 就ok了 看懂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调用set方法的一些 两句话 当然 最好呢 把它我们也封装上一个方法 便于我们下次重用 好不好 来 在这儿呢 我们来 叫public static void吧 invoke set方法 来 这儿需要 这儿需要 object opj 这个 应该是opj.get class 然后后面是列名是吧 相当于就是我们属性名称了 对不对 来 column name 还有就是相关的 值 这个column name 和 column value 啊 来 倒下就直接传进来了 外里啊 然后入口不转移就是他 然后呢 把这儿再 tricatch 哎呀 好了 在这儿呢 就调用了我们set方法啊 把这个值呢干嘛 就可以住进去了 啊 嗯 来我们调一下啊 对 reflact 就是他对不对 然后呢 invoke set方法 obj的话是这个 我们就 我们这个对象 column name column value 好了 对吧 相当于就是设置这个对象的 这个属性 然后呢 设什么值呢 就是他 啊 通过这个方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把我们这个值呢 就 每次循环呢 都会给这个对象里边填值 啊 相当于给把这个utername 设进去 把pwd设进去 age设进去 看到没有 都设一遍 所以这个循环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值就填充起来了 听懂了没有 完事之后呢 我们在这干嘛 加什么 list点 add add谁啊 roll object 来 这样就在我们的list里边呢 把这个值就放进去了 听懂了没有 其他地方呢 这个有了这个list之后啊 咱们最后呢 咱们直接返回list即可啊 明白了没有 直接返回list就行了啊 哎 这有个警告 list 啊 哦 这是空的是吧 我一直没去new它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now 然后我在这直接用了 一会儿肯定会爆空指针 所以我在这呢 来 咱们在这加个判断 如果进来我这以后呢 list等于空 则 我把这个list的new一下啊 new array什么 list 看懂了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我在这查的时候呢 什么都没查到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直接返回list是空的 就返回一个now 明白了吗 就什么都没查到 返回一个now 就这么简单啊 来这个多行的查询我们就做完了 来咱们做一个小的测试啊 这上面是测试这个dml操作 public static void test dml操作 放到这儿啊 接下来这是测什么呢 咱们这测查询嘛 是吧 new my circle query query rows 在这儿呢 我们去查一下 select id emp 什么 name 还有age from from 我们这个emp表 where where 什么呢 age 大于啊 多少岁 看懂了没有 当然你可以放更多的参数 对吧 比如salary 小于多少 好 然后完事之后呢 我们查到这个加入币呢 我们计划封装到哪个加入币里边 我们是不是要封装到我们这个里边 这个emp里边 听懂了没有 然后我们就叫 emp.class 然后后面的这个参数 他长了这个行 回车一下 参数这儿呢 有一个age大于多少岁 心率小于多少 咱们看一看 刷新一下 age大于10岁呗 3018咱们都有 然后薪水小于 小于多少呢 10万啊 小于5000吧 这第一个呢就是大于 10岁 薪水小于多少呢 小于5000的 查出来 这个呢会直接返回个list list里边就是我们的emp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答应一下这个list啊 看他查到几个 按这儿的相关 应该是查到小大于10岁 得多大于 小于5000的话呢 就12这两对不对 应该是两个啊 跑起来 大家看是不是查了两个 一个 两个 看到没有 这是我的circle 然后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 可以在这儿呢 做个便利 对吧 empe 对吧 list啊 挡印一下一点什么 get emp name 哎 两个lily 啊 没错 出名了是吧 两个lily看到没有 我在这儿呢 把这个tom也加上啊 tom1 tom2 tory对吧 加几个啊 来再看啊 跑 嗯 还是啊 Age是空的是吗 Age这儿他们是空的 大于10岁 我们再写个2025 对吧 27啊 把位置加上去啊 大家看到没有 我的内容都出来了 看到没有 说明我们这个查询呢 是成功了 对吧 就基本的套路是没有问题的啊 就在说明好 好 我也在说明好 我来说明好 好 我来说明好 就点个人 说明好 你不愿意 我来说明好